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 于9月10日正式发布 拉开了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购买理财产品的序幕 记者从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跨境理财通业务包含北向通和南向通 简单来说 港澳投资者和大湾区内地投资者 可以通过当地银行购买对方银行销售的投资产品 可以说跨境理财通为大湾区金融业深度融合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的典型示范 据了解 按照统筹协调稳步推进 安全便利风险可控的原则 跨境理财通试点做出了多项创新制度安排 在保障跨境资金安全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优化银行服务体验 其中为最大限度的提高投资者业务办理效率 跨境理财通支持线上签约 代理见证开户 线上风险测评 远程购买产品 基本能实现全流程远程办理 同时鼓励银行优化业务流程 让内地和港澳居民能够享受更加便利 快捷的跨境金融服务 跨境理财通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 有粘密的机制安排 无论是北向通还是南向通 投资者在购买投资产品时 均需在投资产品购买地开立投资户 在资金汇出地开立汇款户 对投资户与汇款户之间建立资金 闭环汇化关系 加之对跨境资金实行总额度 和单个投资者额度管理 能够有效地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上述实施细则还规定了 投资产品范围及中低风险等级 投资者资质 试点银行业务资格等内容 通过设置相关门槛 确保了跨境理财通试点业务稳妥起步 对投资者来说 从制度设计上又多了一层保护 据悉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筹指导下 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深圳市中心之行牵头 广东深圳银保监局 证监局共同参与起草了上述实施细则